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赞美秋天 祭祀亡魂 祈福平安的日子 关于万圣节的起源 说法不一 多数认为源于不列颠凯尔特人庆祝丰收的传统节日 可能为夏末节 凯尔特人相信十月的最后一天是夏天的终结 冬天的开始 是一年的重要标志 最重要的日子之一 称其为死人之日或鬼节 相传这一天 各种恶鬼出没 为了吓走邪恶的鬼魂 凯尔特人会戴上面具在村中游走 如此一来 形成万圣节活动的起源 万圣节在每年的十一月一日 是西方的传统节日 而万圣节前夜的十月三十一日 是这个节日最热闹的时刻 古时 爱尔兰人认为十月三十一日 即十一月一日间 亡灵会回人间 故有习俗 生者穿上奇装一服 游行驱轨 当时 欧洲大陆也有为王者不施糖果的习惯 接受者则答应以为王者祈祷回报 于是发展出孩子们到各家索取糖果的习惯 不给糖就捣蛋 是万圣夜的主要活动之一 主要流行于英国 美国 加拿大等地区 小孩装扮成各种鬼怪 逐门逐户 暗响邻居的门铃 大叫 Trick or Treat 一几 不请客的话就捣蛋 主人家 可能也穿着恐怖服装 便会拿出一些糖果或巧克力给小孩 万圣夜的主题是 鬼怪 吓人 以及与死亡 魔法 怪物有关的事物 南瓜灯是庆祝万圣节的标志物 传说有一个名叫捷克的人非常吝啬 婴儿死后不能进入天堂 而且因为他取笑魔鬼 也不能进入地狱 所以他只能提着灯笼四处游荡 直到盼审那天 人们为了在万圣节前夜下走这些游魂 便用萝卜 甜菜或马铃薯 雕刻成可怕的面孔 来代表提着灯笼的捷克 这就是南瓜灯的由来 每个人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庆祝万圣节 10月31日这晚可能会有以下的活动 1. 制作万圣节主题的食品和点心 在食品颜色和外形发挥搞怪的创意 2. 用恐怖的装饰品 如蜘蛛 骷髅头 蝙蝠等 来改造居家的装饰 3. 恐怖化妆派对 穿上恐怖服装或打扮成吓人的鬼怪装扮 4. 雕刻南瓜灯 放在家门口或窗台前营造万圣节气氛 如今的万圣节 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有了很多变化 逐渐倾向亲子活动或狂欢节 人们都把万圣节前夜看作尽情玩闹的好时机 放在家旅程中